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我是李志华 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越来越严重 而感染的人数亦不断地上升 而且可以说是爆发性上升 最新的数字,昨天已经有170人 就在葵冲那边染疫 由于疫情爆发相当之厉害 及在葵冲村亦是大型的爆发 所以当地居住在那处的居民 必须要强制隔离 政府立即采取禁足令 禁止葵冲村其中两栋楼的居民 要他们 不可以离开他们的居所五日 在这个期间,政府亦派出很多人员 部分医护人员就要帮他们做检疫 另外亦有很多工作人员 例如 帮他们送餐 又或者 做其他的服务 包括了清洁方面 但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 政府在这次防疫措施方面 可以说是七手八脚 完全是应付不了 突然间 大增的 强制隔离人士 所以在竹高湾强制的时候 已经是闹出了很多新闻 有很多被隔离人士都投诉 就说隔离期间 可以说是乌龙白出的 那些需要去检测的 和需要隔离的人士 反而在竹高湾里面 他就并没有检测到 甚至 驱赶回来 那些不需要的 反而就返入竹高湾 和在竹高湾里面 亦有很多人投诉 又说 善食 很久都提供不了 和那些联络 或者 一切的安排 流程 都是 十分之混乱 想不到 在葵冲村 现在 进行家居隔离的时候 同样出现 这样的情况 所以 很多 被隔离的居民 可以说怨声在道 甚至有很多人 更加痛迫 痛斥那些医护人员 工作人员 和特区政府 当然也有很多议员 帮那些居民抱不平 认为政府 在今次的防疫措施 在葵冲村 所做的一切 防疫安排 做得很差 有一种例子 就是有一些住户 在屋里面有些长者 行动不便 而那些防疫人员 也表示 将会上门 为他们进行检测 但等来等去都等不到 所以 有些居民 投诉 和 批评 就说那些工作人员 并无诚信 以及 他们困了这么久 都并没有进行检测 他就担心 他们被逼 染疫 因为困住在那里 而大家都 无法检测 有机会 他们真的 真的传染了那些病毒 好了 居民的投诉 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我们站在居民的角度 去看 他们的忧虑 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 每一个 是被隔离的人士 都是很担心 自己的健康问题 但是 如果困住在家里面 没得出 没得入 想离开又不行 他又知道 他自己居住的地方 是可能会爆发疫症的 以及已经是爆发了疫症 自己也有机会成为被感染人士 但是 又没办法检测出来 所以 当时他们的心情 我们应该明白 但是 他们一尾这样骂那些医护人员 一尾骂那些工作人员 是不是解决了方法呢 我觉得 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你这样骂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大家要体谅到 那些工作人员 香港现在的医护人员 真的很惨 日以继夜 24小时的工作 因为如果香港白发疫情 有很多人 需要强检 很多人需要隔离 而政府的人手 很明显是不足够的 所以从报章里面 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根本政府已经抽调了很多不同的部门 例如警方 入境署 海关等等 那些工作人员 协助这次的隔离措施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海关入境署的工作人员 他不是专职 是做防疫的 所以 大家一起去到那个地方 自然 有机会 沟通出现问题 我们不可以说是乌合之中 但是 如果 一个服务的队伍 大家来自 四方八面 想过去 大家都并没有合作经验 你说 需不需要时间磨合呢 所以我们在目前这个时间 是非常严峻的时期 现在香港进入一个防疫 相当艰难的时期 大家应该是同舟共济 就不是说 你指责我 我指责你 那些被隔离人士 虽然你们现在的处境 相当不理想 但是 你也要提出 服务你的工作人员 是很辛苦的 他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到那么混乱 那大家为什么不好好去协调 沟通一下 去尽快解决到问题呢 一边是这样批评 一边是这样骂 解不解决到呢 其实 我对这次疫情的爆发 我们明白到 特区政府 在这方面 有很多做得不足之处 尤其是 为什么会引发第五波疫情 就是因为政府 决策的错误 但是我们一边是骂 一边是追究 于是是无保的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是如何尽快将疫情完全控制 尽快将那些 强制检验的人士 好好地 安排他们得到 适当的检验 而那些隔离人士同样来说 也是 很快能够完成他们的隔离 让他们回复正常的生活 好了 在这个隔离期间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 相当之趣怪的新闻 例如 被隔离那些人士 部分 就批评政府 就说政府提供那些善食 只是有肉 就没有菜和汤水 其实我觉得 这些人的批评 似乎是过分了一些 现在是非常的时期 不是你叹世界的时期 说真的 每一餐每一日 都要提供汤水 要提供 菜疏 而隔离的人士 那么多 你说 怎样做得切呢 就算大家过去的生活质数 很高也好 在目前的时期 可不可以将你的 生活水平稍微降低一些 五日的时间 不是五年 很快就过去的了 还有 你的要求 你个不觉得过分呢 因为大家都看到 电视影响 你们那些饭盒里面的 送菜 是相当之丰富的 有些人就批评 他说 拿回来的饭盒 冰零冷冻 你记住 你现在不是住在酒店 你住在家 家里 大家都有微波炉 大家都有焗炉 大家都有煮食的用具 你拿回去 为什么你不煮一会 是要政府 新鲜意辣送到 所以 你们的要求 是不是很过分呢 还有 你们现在又说要菜又要汤水 其实政府每天已经提供了 是生果给你们的 这些也等同于蔬菜 还有 如果你要汤的时候 假如有些居民 他又说要一杯奶茶 有些又说要一些炖蛋 甚至有一些 又说要燕窩 那怎么办 现在 大家应该知道 葵冲村那里 总共的人口是 三万七千多人 你想想 怎样可以短时间 但里面可以提供给你们 那么足够的善食 那么丰富 那么理想的善食 和你们要求 生活水平 一样的善食 三万七千多人 不是三十七人 还有 政府现在提供的善食 是不是很差呢 我们先看看这条短片 今天我们的午餐 猪扒 烧肉 吃有恒香 维他奶 瓶皮绿豆 黑芝麻糊 苹果铲 苹果铲 有鲍鱼 提早吃鲍鱼 这条片 是由大公报提供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午餐 这是影葵楼 一个居民所拍摄的午餐 原来里面有 豬扒 有烧肉 另外 也有 维他奶 另外也提供了小食 是恒香饼 大家都知道 恒香是香港的老字号 他们的家里饼 可以说是远近前名 价钱也是不便宜的 除了这些之外 原来 政府还有提供 是宵夜甜品的 有黑芝麻糊 又有那些莲子羹 即是说大家吃完饭之后 还有甜品吃 好了 接着又有苹果 有橙 这些都不要紧 竟然 还有鲍鱼 还要是安记的唐心鲍鱼 你说 一盒鲍鱼值多少钱 便宜 便宜 我完全想不到 原来居民 骂两个骂 政府就立即提供 这么优质的膳食给他们 我就觉得 政府真是抵骂的 居民应该骂多些 因为再骂多些 可能他下次提供给大家 就不是那些唐心鲍鱼 有机会 是佛跳场 甚至是狗大鬼 还有 那些甜品 亦都可能 换上是烟窩 让大家润一润肺 当然 那些平时吃不开的高级补品 都可以乘机向政府 要求 看看有没有 长白人心 又或者那些绿茸 那些深茸海味 乘机都叫政府提供给大家 那些五日 大家要记住 过着那些豪华的帝王生活 真是很小可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 较早前的短片就说 林郑在任这几年 他最大的功绩就是 使用香港库房的钱 你说 现在提供给他们这些善食 是不是其中有很多 是属于冤枉钱 我们不要再提 有些居民 说那些五日要 赔偿一万元给他们 只是这些善食 我就觉得 真是用了很多冤枉钱 好了 政府就抵骂 因为骂完之后 就有好东西 林郑去到现场 去视察 同样来说 都是被那些居民骂 不过骂林郑那些居民 可能就没什么回报 只不过是成为 传媒报道的花边新闻 其实 那些居民骂得 是对不对 我又觉得 骂得是很对 他说他来做show 我就不明白 林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 就要去到 禁足的现场 就要去到葵聪邨 是要强制隔离的现场 想他本身来说 也不是防疫专家 他去到那里 我相信 除了令到那些工作人员 更加忙碌之外 他根本就帮不了手 我不知道他 去来做什么 据说 只不过是短短十几分钟的逗留 然后他很快就离开了 你说这十几分钟 是不是做show 所以我又觉得 那个居民骂他 又骂得很对 多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里 或许多谢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再来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